今天是1月21号,2024年,《人音经》讲次第292,内容在卷9,589页,第4行,我们先看经文。 又善男子,寿因虚妙,不遭邪虑,原定发明,三摩地中,心爱深入,客己心勤,乐处殷疾,贪求静谧,耳识天摩,厚德其变,非经妇人,口说经法, 其人本不觉知魔拙,一言自得,无上涅槃,来笔求因善男子处,夫作说法。 今天我们继续讲经历所介绍的辅助寿因过程当中会出现的魔景,所以由善男子就是修行禅定的佛弟子,寿因虚妙, 所以他已经扶住寿因了,不受苦乐的束缚,也不会执着清安的境界,所以他不遭邪虑,原定发明,是扶住寿因了, 这个阶段上成就了这个定力。 但是在修三摩地中,在修沉定的过程当中,修正定,又起了一个念头,心爱深入,客己心勤,乐处阴极。 他又想深入沉定当中,所以一直在不停地努力,喜欢处于阴极。 我们看这个阴就是阴暗,它不开朗,极致极净,水滩球,静谧,极净的这种环境,或者是这种境界。 一般就是说,他可能不太喜欢人打扰,喜欢一个人,或者找一个没有什么太多人在的地方,去深山里,或者是人烟比较少的地方,去修行。 但是那个地方虽然说人少,看不到什么人了,但是还有看不到的这些精灵鬼怪在。 那么这时候,天魔就知道他的想法了,后得其变,非经妇人,就派了精灵鬼怪来捣乱。 所以精灵鬼怪附在一个人的身上,那这个人呢,还口说经法,会讲法。 所以被附身了,这个人呢,他也不知道自己被魔给附身了,还说自己证得了无上涅槃,意思是说他好像打到了佛的程度一样。 那这时候呢,他就来找这个求因,求极净的,贪求极净的这个修禅定的善男子的地方呢,附做说法,给这个修禅定的人听。 令其听人各知本业,或于其处欲一人言,如今未死已作畜生,是使一人余后踏尾,顿令其人岂不能得。 于是一众,轻心怜辅,有人起心,已知其造,佛律以外,重家精苦,诽谤比丘,骂利图众,揭露人士,不必击贤。 这个被魔附身的人呢,他讲法的时候呢,让听众各知本业,知道他自己本来是造的什么业。 然后呢,让他知道,让听众知道,以后会有什么果报,或者到哪一道去了。 比如说,他告诉一个人说,你现在虽然还没有死,但是呢,已做出生。 就是说,出生像已经显示出来了,以后会做出生的。 为了让大家相信呢,还让另外一个人,站在那个人的后面,踏住他。 就好像这个,说是被将来会做出生的这个人,他好像真的有出生的尾巴在后面一样,让另外一个人踏住他。 让这个,说是被,说是将来要做出生这个人呢,起不来了。 所以呢,于是一众轻心怜伏,这样的话,大家一看,马上就被震惊了,就开始佩服他。 相信他有神通。 那么又或有人起心,以知其躁,或者有人起了怀疑心了,说他真的假的有这个本事,有这个神通。 那这时候呢,这个被魔附身的人,也知道这个人起心了,说你是不是怀疑我呀。 所以他好像也有这个,他心通这个本事。 所以他就用这些神通,显出一些神通,让大家去信服他。 而且呢,在佛律以外,佛教制定的戒律和谓以之外呢,他重加尽苦。 他再加了一些,他所认为的比较好的,比较厉害的这些苦恨,或者是就像外道的苦恨一样。 外道的苦恨有的是,他们涂灰,把身上涂了各种各样的灰。 或者他们睡觉的时候,睡在是长的那种,生长的那种刺的树枝上和藤条上面。 或者呢,他们好几天都不吃饭,绝食,显示自己多么的用功,或者是多么的努力。 诽谤比丘,就是说比丘你们吃的戒还不如我吃的戒好,不如我吃的戒这么精进,骂力突重。 所以他还骂这些听他讲法的人,好像是说显示他自己多么的公正无私,或者是他揭露人事,把别人的隐私的事揭露出来。 意思是说,我都没有避积嫌,我也不会故意讨好你,我有什么就直来直去的。 他给人营造这种一个形象,所以不避积嫌,也不管别人是怎么看他的。 口中好言,未然祸福,极致其时,毫发无师,此大利鬼,年老成魔,脑乱世人,燕竹新生,去彼人体,弟子与师,巨献亡难。 乳当先觉,不入轮回,迷惑不知,堕无监狱。 而且被魔复尘这个人还好说,以后会出现什么灾祸,或者出现一些吉祥的事情,好的事情。 然后等时间到了之后,真的就发生了这些事情,毫发无师,跟他当初讲的是一模一样。 所以这是什么呢?这是一个大利鬼,年老成魔了,所以大利鬼就是称心重的,杀业,杀业比较重的,他还修禅定的,就堕落在大利鬼当中,这一道当中,年老成魔,成了魔的眷属,来捣乱这个修学禅定的人。 那么捣乱成功之后,他也不会多呆的,他就离开了,离开之后,这个弟子与师,巨献亡难,被魔复身的人,还有听这个被魔复身讲法的这些人呢,都被抓起来了。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呢,就是怪异,或者是招摇撞骗,那么就被处罚了。 所以佛告诫我们,如当先觉,不入轮回,一定要先看明白这些事情,所以要看清楚自己的念头,不要想,不要幻想,不要起自己的这些想法。 然后呢,有人招摇撞骗,打着佛教的名义来破坏佛法的时候,一定要看清楚,不然的话,就会堕入轮回当中。 所以说,迷惑不知,堕无监狱,如果看不清楚,被跟着魔走了,就做了魔子魔孙了,那将来会堕到无监狱,受无量的苦。 又善男子,受因虚妙不遭邪虑,原定发明,三摩地中,心爱之见,勤苦严寻,贪求宿命。 耳时天魔,厚得其变,非经妇人,口说经法,其人疏不觉知魔拙,一言自得,无上涅槃。 来笔求知善男子处,夫作说法,世人无端,于说法处,得大宝诛。 那么下一个,在辅助响音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魔景呢,就是这个修禅定的善男子,辅助了,受因了,没有不正的想法。 所以在辅助受因上面,这个定上面呢,有所成就了。 但是在三摩地修正定的过程当中,又起了念头。 什么念呢?他心爱之见,勤苦严寻,贪求宿命。 他爱之见,又想了解,想知道别人的事情,就是宿命通,想求这个神通,想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情。 或是见到别人所见不到的事情。 那这一念又是错了。 因为这一念之后呢,天魔,魔王也知道他的想法了。 就非经妇人,还是一样,派了一个精灵鬼怪,先找一个人附身,然后口说经法,会说法。 被附身的人还不知道是被附身了,还说自己正到了无上涅槃,像佛一样的程度了。 这是他自己说的,然后来笔求知善诞子处,找这个求爱之见的,就想求宿命通的,这个修成定的人。 辅作说法,给他说法。 世人无端,于说法处得大宝珠。 还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个大宝珠。 因为我们众生凡夫都是着相的嘛,看到一个大宝珠就惊奇的不得了,就是吸引别人的欲望起来了,好奇心起来了。 欲望或时,化为出生,口咸其珠,集杂珍宝,检测浮毒,诸其异物,先受笔人,后酌其体。 或又听人,藏于地下,有明月珠,照耀其处。 世诸听者,得味曾有,多食药草,不餐家传,或食日餐,一麻一脉,其行肥充,魔力持故。 肥棒比丘,猛力图重,不必以极险。 所以这个魔呢,它会变化,化成一个畜生。 然后这个畜生呢,嘴巴里面含了一颗珠子,或者是一个宝珠,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珍宝,或者是含了一些检测浮毒。 测就是竹子做的,竹简,那测呢,就是把它竹简编成一本书一样,叫做测。 测就是,测就是,测就是,像以前的,把一个测把它破成两半,然后相对,对得上的话,就是说明是真的了。 那么,测就是,木头做的这些竹简,或者是书,含了这些东西,就是一些我们一般凡夫认为的很奇异的,很难得到,或者见到的这些宝物,先给这个人后着气体。 那么给他之后,他一喜欢,就后着气体,就附身了。 或者是诱听人,或者是怎么样呢,骗人,他先把那个明月珠藏在地下,或者藏在某一个地方,然后告诉说,某个地方有珠子,你去找。 结果别人一找,哎,真找到了,就相信他所说的话了,或者相信他有这种神力了。 所以,试诸听者得未曾有,都是这些听众以前所没有经历过的事情。 然后这个被磨附身的人还多食药草,他不怎么,不吃正常的饭菜,他吃那些药,或者是草药,显示跟与众不同。 或者是呢,他吃饭呢,吃的是什么呢,就吃一粒麻,或者一粒麦子,吃的非常少,显示说自己比别人行。 然后呢,其形肥冲,还不怎么瘦,为什么呢? 是因为,正常的话,吃这一麻一麦,都是会身体消瘦。 但是他并不瘦,为什么呢?是因为魔力的这种加持。 所以呢,他就显示种种的这种意象,所以诽谤比丘,还是看不起比丘,说他们不如我,这么有本事。 然后骂,见到人就骂,也不必鸡鞋,显示自己好像很了不起,知道很多事情似的。 口中好言,他方宝藏,十方圣贤,潜溺之处,随其后者,往往见有奇异之人。 此名山林,土地城隍,穿越鬼神,年老成魔,或有轩淫,破佛戒律,与成事者潜行无欲。 这个被魔附身的人还喜欢说,什么地方有埋藏什么保障,或者是呢,十方的圣人或闲人,他们都在哪里修行? 在什么地方,潜溺,就是藏在什么地方,在哪里修行的? 显示说他比别人知道的多。 然后随其后者,跟着他去,跟着他后面的人呢,往往会看到一些奇异之人。 就是平常看到,看不到的一些,像是很有修行,很有本事的人。 这是他故意给变化献出来的。 所以做这种事情的这个魔,就是此名山林,土地城隍。 他就是山神,或是林神,或是土地神,或是城隍爷。 这种山川里面的鬼神,年老称魔了。 所以他们,或有轩隐,破佛戒律。 就像我们看到有些地方,他们供这些土地城隍,还用肉或是酒来供他们。 而且他们,这些魔呢,本来就是,本来是鬼神的,现在成了魔子魔孙。 所以他宣隐,就是说行隐是没关系的。 所以他这样就破佛的戒律了,破坏戒律。 如果与城市者潜行五欲,跟他的信众,就是潜行隐喻。 如果不跟他行隐喻,他还说,对你对佛法没有信心。 所以恐吓、胁迫别人。 所以做的事情是非常坏的。 或有精进,纯实草木,无定行事。 恼乱世人,燕烛新生,去彼人体,弟子与师,巨献亡难。 乳当先觉,不入轮回,迷惑不知,堕无监狱。 然后这个魔呢,他显示出来,就说他很精进,只吃些草木,不吃我们人间的这些饮食,与众不同。 然后无定行事,恼乱世人。 他无定行事,就是说有的时候呢,他是看起来很精进, 有的时候呢,就好像没有在佛法上下功夫。 或者有的时候,喜怒不定,就叫无定行事。 恼乱世人,就是要破坏这个学佛修陈定的人的心。 然后燕烛新生,去彼人体,破坏完之后, 然后因为修学陈定的人被他蛊惑,受他影响了, 已经破戒了,或者心淫欲了,等等。 那么就离开了。 这时候弟子与师巨陷亡难。 那么被摸附身那个人,摸走了之后呢, 他与他的弟子们呢,就被抓起来了。 因为明明是看起来像佛教徒一样, 可是私行,潜下行淫欲, 破坏佛教的这些名誉。 所以就被抓起来。 辱当先觉不入轮回, 所以佛告诫我们一定要看清楚, 不要又堕落在生死轮回当中。 如果迷惑不知,那么堕无间欲。 如果没有看清楚, 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一念飞到哪里去了。 然后不争知不证见的人出现在面前, 诽谤佛法的时候,也没有去纠正他们。 那么反而跟着他们去走了, 变成磨子磨孙了, 那就坐在无间地狱,受无量的苦, 很长时间出不来的。 我今天讲到这里好了, 谢谢大家。